说现在就是倒退到文革的时代了 现在用文革的方式来经营外交 来经营国家 来经营内政 这才是今天中国对全世界最恐怖的威胁 那这种嚣张跋扈的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定时炸弹 才会让美国跟欧洲的国家团结起来 所以变成说你在这种咄咄逼人嘛 你每一件事情你都咄咄逼人 对 对不对 那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中国现在还停留在那个被害者的国家的历史里面 那不是跟他谦卑一点吗 他就是走不出来啊 他现在都是被害者啊 他现在国家内部他对人民非常残忍 他对外非常的强悍 勇敢叫中国梦 但缺乏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文明 他是一个落后的文明 那这种国家他很困难的从大国到强国 这个坎他跨不过去了嘛 跨不过去 那这些美国或是欧洲的央格鲁撒克逊白种人 他们统治这个地球七百年了 他们看到你的弱点了 所以很自然的都团结在一起 你看到这个最边垂地带的澳洲人 他非常边垂啊 大英国协的边垂地带 他是属于这个亚洲的白种人 你看他的处理的措施的时候 强悍到那种程度 根本就不怕你嘛 真的 你不买又怎样 他不是 他从心眼里 他从他知识 给你的心理的深处知道 你这个国家是侏儒嘛 你不是强者嘛 就跟你拼嘛 他根本不跟你不怕你 他结果他一头 他一冲下去之后 引得了这个多千奇的千堆浪 全世界的白人 通通跟他团队在一起 跟他看 那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Morrison本来在澳洲 他是摇摇欲碎的 权力没有那么稳了 他跟中国开干了以后 越来越稳了 下一届保证当选 他立刻就会强势执政 很简单 所以他很 他非常清楚的做了他们的 所谓的白种人的选择嘛 因为他回到了 你说那叫白种人的选择 最后你还是要回到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嘛 有宗教的冲突 有人种的冲突 这个在全世界 没有办法接受一个 中国来统治世界嘛 中国统治世界 这个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在美国人 在白种人里面 不能接受嘛 所以中国人还没有学会 如何统治世界 先跟人家吵架 先打架 先恐吓人 你跟美国人干嘛 对不对 你那么有种 大国泱泱大国 五千年历史文化 你就用对付澳洲的方式 去对付美国人 为什么不敢 因为这个国民 这个国家叫做七善怕恶 他从上到下七善怕恶 所以他同志的这种心态 他们表达出来也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这整个国家 我刚刚提到 他现在还是个侏儒 那这种心态不改变的话 他一天一天就步上了这个 当年的美国再一次的这种 再到日本的黑船事件的重演 再敲打一个更大的黑船 要你门户洞开 当然门户洞开 然后就开始就吃定你了嘛 因为他所有的方式 你以为你搞了一个小把戏 你弄了一个后门 放你的报税的里面 搞到全世界开始 他不是怕你 他是用方法来制服你嘛 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国家 最近很奇怪 安静 叫俄罗斯 都没有声音 没有帮他 对 不是盟居吗 没错 雪蒙兄弟吗 雪蒙兄弟不见啊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现在闯了大祸以后 而不自知 而还到处嚣张跋扈 这才是他真正的核心之所在 未来布下他们这个国家 衰败的步步杀机 好 好